你有听说过死后投胎转世轮回吗? 姑娘三次投胎经历三次轮回的情缘 不知道这么多次的回眸与驻足是否换来她一世的姻缘 想看好电影关注丁东丁 今天为大家带来这部绝版古装电影《大轮回》 第一世是在明朝年间 朝野动荡换官当道 当地反派的义军风起云涌 其中以冯瑞为首的义军势如破竹 而这锦衣卫里也有一位绝世高手 此人名叫鲁振一 功夫过人心如蛇蝎 冯瑞先后派了高手前去行刺她 然而却都以失败告终 这一天鲁振一奉了锦衣卫首领马顺之命 前去迎接梁广总督的女儿韩雪梅进京与她成亲 鲁振一在一家客栈见到了她 韩雪梅声得俊俏温满大体 一双眼睛充满了殷勤 鲁振一上前询问她之前的婚姻有没有解除 原来韩雪梅早先的夫家正是冯瑞 后来冯瑞成了叛党 韩雪梅就被迫和冯瑞退了婚 并许给了马顺 然而韩雪梅和冯瑞的感情却依旧如初 两个人早已还是山盟 冯瑞如今正带着人手埋伏在不远处的山里 计划着要将韩雪梅劫走 然而派过去的人手眨眼间就被鲁振一送去领了盒饭 除此之外 鲁振一得知冯瑞曾把家传的一把鱼长剑给了韩雪梅做定情信物 于是就想要一督真容 不过韩雪梅却拔出剑来以性命相要挟 人和剑她只能选择一样 第二天满腹谋略的鲁振一 料定冯瑞会在中途拦截 于是便命人抬着一顶空轿子向京城赶去 果然冯瑞中了调虎离山之计 至于鲁振一则亲自带着韩雪梅走山路 韩雪梅不愿和鲁振一一同吃饭 然而鲁振一却说 你这后半辈子都要和我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了 韩雪梅不明白她这话的意思 原来鲁振一对韩雪梅一见钟情 所以根本没打算送她进京 而是要带她远走高飞 就这样鲁振一除掉了所有部下 只留下了身边一位不会说话的武士 一行人连夜走山路离开 中途韩雪梅想要带着丫鬟逃跑 可是却被鲁振一发现 不久后他们来到了一户农家借宿 韩雪梅依旧在寻找机会想要逃走 与此同时 另一边冯瑞发现自己上当后 便快马折返找来了这里 两个友情人终于得以相见 冯瑞决心要带韩雪梅离开这里 然而却还是被鲁振一发现 鲁振一武功高强剑法两得 更何况她的身边还有一位武士 所以几个回合下来 冯瑞的手下便都倒地身亡 冯瑞背着雪梅跑了没多久 便被鲁振一追上 韩雪梅知道冯瑞绝非鲁振一的对手 所以为了保护心爱之人的性命 她只好答应鲁振一跟她回去 就这样鲁振一继续带着雪梅上路 他们跋山涉水不走正路 偏走一些悬崖峭壁江河湖海 终于不知过了多少天 鲁振一带着她来到了一座山峰 这里住着一位掩饰的高人 名唤卢子珍 卢子珍是鲁振一的师父 由于早些年做官时 看不惯朝廷的腐败 便率领义军就地起义 反抗朝廷 从此遭到了重金悬场捉拿 而她的藏身之地 本来就只有鲁振一知道 如今却又多了两人 师父的意思 鲁振一了然于心 于是竟然残忍地干掉了武士 而至于鲁振一来此的真实目的 鲁振一也是心明度之 她无非就是想要捉拿自己 送去朝廷论功行赏 然后娶到韩许梅 从而夺得她父亲手里的兵权 为了阻止这个心肠歹毒的小人 鲁振一和韩许梅暗中商议了计策 让她假装答应鲁振一的求婚 使她奉松警惕 随后鲁振一又将自己 长里的各地义军名册送给了她 鲁振一激动地连夜挑灯翻阅 却不想鲁振一提前在桌上抹了毒药 只要鲁振一揉眼 就会立刻瞎掉双眼 果不其然第二天一早 鲁振一便失明了 鲁振一让韩许梅趁机快逃 然而尽管没了双眼 鲁振一的功夫却未减分好 很快她便追着韩许梅来到了一个悬崖边 韩许梅绝望之际甩出了那把鱼长剑 谁承想反倒恰好刺中了赶来的冯瑞 就这样冯瑞倒地身亡 而韩许梅也被鲁振一一箭刺中 鲁振一最终也彻底疯癫滚落了悬崖 三个人就此了结了此生 时间眨眼来到了第二世 民国初年 一个戏班来到了小镇上演戏 然而这个年头已经很少有人会来看戏了 所以戏班的声音一天不如一天 即将面临紧算 戏班的班主苗华唐打听到了镇上 一个常做膳事的大户人家马家 于是不得已带着自己的师妹 孟华玲来到了马家拜访 希望可以得到帮助 马家唯一的大少爷 马静白接待了他们 谁承想马静白 见到孟华玲的第一眼 两人不约而同地 深感对方似曾相识 原来他们就是 上一世的冯瑞和韩许梅 至于苗华唐自然就是鲁振一了 苗华唐看着他们 二人一见如故的样子 心里有些不舒服 并上前打断了二人 拉着马静白说 希望他可以去戏班捧场 马静白对孟华玲一见倾心 自然一口答应了下来 果然此后的几天里 马静白都会去戏班听戏 有了他的捧场 戏班里一票难求 然而马静白却并非真是去看戏的 而是去看戏台上那个唱戏的人 每晚戏班收场后 马静白还会邀请孟华玲 一起攻击晚餐 一来二去的两人渐渐熟络起来 甚至产生了感情 孟华玲有空就会去马府上饮酒 然后大半夜的喝得烂醉 被马静白送回来 时间久了 苗华唐看出了二人的端倪 心里开始嫉妒起来 她和小师妹从小一起长大 这么多年来一直对她情有独钟 苗华唐决定不会将师妹让给他人 于是开始三番自刺地阻拦二人见面 然而孟华玲每每都会和她吵得不可开交 等人的关系因为马静白开始变得疏离 但看着再过三天 戏班就要离开这里了 马静白想让孟华玲留下来 发誓一定会取代为妻 不过她深知苗华唐 绝不会轻易地放孟华玲离开 于是为了作为补偿 便将祖传的一把价值连城的鱼长剑送给了她 苗华唐想不到师妹如此觉醒 终于到了第三天 苗华唐让师妹陪自己登台 唱完最后一出戏 孟华玲深知这也是自己最后一次唱戏了 便答应了下来 马静白依旧在台下坐着 然而万万想不到 杨花唐竟然将道具换成了那把真的鱼杜剑 众目睽睽之下 一刀插进了师妹的胸口 自己得不到的 不如就此毁了 马静白崩溃地冲上舞台抱着孟华玲 可惜她已没有了呼吸 时间一转眼到了现代 这是第三事了 城里的罗拉是一名 跳现代舞的舞蹈成员 她跟随舞蹈团来乡下表演 在这里遇见了一位男子名叫大恩 两人一见如故 总感觉对方相当眼熟 似乎在哪里见过一样 渐渐的两人熟络起来 他们都在对方身上 找到了一种归属感 所以两人的感情发展很快 大恩跟随哥哥长年住在这里 他的哥哥是当地的一名通神法师 为了抚养弟弟长大 一辈子没有结婚 大恩感念哥哥的不容易 所以自己的人生处处都会认他做主 哥哥让大恩从小做真童 终日跟着他到处做法事 祈求神灵保佑 这天大恩伴做真童做法事时 被罗拉撞见 罗拉不喜欢看见他这样 于是便想要他跟自己回台北发展 在罗拉的怂恿下 大恩开始动摇 他也不想再被哥哥束缚 所以便跟哥哥提起了此事 哥哥自然不同意 甚至还拿出了祖传的那把鱼长剑 做法让罗拉离开弟弟 可是没多久 大恩便偷偷在家里跑出来 去看罗拉的舞蹈表演 将当天要做法事的事 抛在了脑后 哥哥左右等不来 大恩只好替他做了真童 赤着双脚爬上了刀梯 然而还没有爬到顶峰便掉了下来 被地上的那把鱼长剑 直直地贯穿胸口 彻底领了喝饭 但失去了哥哥悲痛欲绝 不久后便跟着罗拉回了台北 这两个相爱的人经历三世轮回 终于等来了这一世幸福的姻缘 这部电影由胡金泉 李行 白景瑞 三位导演连妹打造 每一世的故事都凝结了 三个人不同的风格与设计 通过一把鱼长剑贯穿始终 让这段两男一女的爱恨纠缠 最终有了完美结局 好了 记得多点赞 多评论 多转发 多多关注电影丁咚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